大家好,我是佳琪 剛剛對我介紹過,接下來我們要講公司的產品 我們公司是Newbound Info 縮遠秩序的公司 我們在做一個新的產品,叫做Info Tracker 顧名思義,它可以幫助你去追蹤一些你想要追蹤的資料 我們知道在分析資料之前,一定要先有資料才能分析 我們就可以讓你快速的把很多資料拿在你的手上 那到底有很多,首先我們先來問一下 追蹤資料這個東西的需求真的有嗎? 其實自古就有了,什麼時候就有了? 大家自古一定有看過這個廣告 這個廣告就說,買貴退兩杯差價 大家你有印象,在那個廣告裡面 確實會派出很多很漂亮的房價美媒 他們去抄價牌,把價牌抄一抄 抄回來就說,哪一個比較貴哪一個比較便宜 他就自訂自己的定價 那他就說,這樣子我就可以做到最便宜 不過最後呢,他就是被罰了,廣告不死 因為你可以買貴和扶退你錢 那有可能是他就是找不到最便宜的 或是他找最便宜的速度太慢 那這是有很多可能,反正他就是被罰了 不過呢,就是藉由這個故事 他提醒我們,就是說 資訊偵測或追蹤的需求實力非常大 尤其是現代的那些retailer 他越來越變成e-commerce的e化 就是他的價格變動速度越來越快 原本是價格的,他沒辦法每天換 可是價格,就是在網路上 他可以每小時換一次 所以呢,這種東西就是 越來越快 而且不只訪問價格 他們甚至會想要去偵測說 其他店有哪些東西是我沒有賣的 還有哪些東西是 我有賣,別人沒有賣的 這個資訊也是他們需要的 不過呢,那如果每間店 他都要自己去偵測 派出網架員去網架的話 就是非常浪費成本的一件事情 因為假設我十家店都要偵測你一家 我就要派四個網架員 所以呢,其實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就是只要有一家公司 然後他幫別人通通訪回來 然後就是賣給大家 這個成本就會變得很低 那我們公司呢 就是專門在做這種事情 那就是幫大家撈回來 然後再賣給大家 只要你想要撈什麼 就幫你撈 那除了電子商務之外呢 撈料的需求其實非常多 就是在新聞裡面 就是大家不要去看 歐巴馬看新聞 其實我們有很多政府機關 他們也派了很多公讀生 跟那個 那叫什麼 替代一的 就是他們每天都要盯著 大概十幾個螢幕 就說哪一家新聞 就是這邊剛好有媒體 就說哪一家新聞 就是有沒有報了很多負面的新聞 所以他們就派很多公讀生 然後呢 那報紙也是啊 他們也會看 就是報紙也會看電子的 就是想說 網站就是新聞網站 哪些報就是我們的負評或證明 那除了新聞以外 也有很多 就是也有很多追蹤的需求 包括品牌 就是有沒有負評的追求 那這些追求 大家可以內容當成兩種 不同的Eleport追 追蹤的需求 第一種的是對時間的 比方說就是我想追蹤 某個商品它的價錢 就是我可能沒有那麼多錢可以買 就是我想要買的就是最便宜的地 然後就追蹤它 對時間的商品報價的那個趨勢 那另外一種就是 有可能是對某個議題的樂度 我想要追蹤它的按讚數 就是它到底現在還是很熱的議題 那這也是對時間的追求 另外一種是對空間的追蹤 就是我希望一次從大量的 比方說我們知道網站的數量越來越多 現在就是以前可能很少幾千萬個網站 現在可能幾億或是幾千億個網站 像Google這方面就做得很好 你下一個關鍵字 它就可以幫你順間從幾億個網站之中 到處就是跟這個關鍵字相關的貨幣 那我們平常都在使用這種東西 那時間跟空間的Tracker 是很多人都需要 就是那些日常生活中幾乎都會用不到 像我們今天要買個螢幕啊 我們就打入那個Dale的螢幕 然後就去追蹤 然後它就會告訴我們說 這個螢幕在使用上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就是哪些地方有賣它們啊 比方說PC Home Google會告訴你說 PC Home 這邊有賣它 然後大概賣多少錢 然後露天賣它賣多少錢 看那些差滿多錢 八千塊跟一萬塊 那可是Google可以幫你找到這些連結 但是它沒辦法告訴你說 哪些地方是價格 哪些地方是Type 哪些地方是Image Google沒辦法幫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就沒辦法比較 所以你還是要用人工的方式 Google一下Odell 什麼U2412 然後把價錢抄回來 然後自己慢慢比較 那這其實是很麻煩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提供一個服務 讓你可以把這些資訊框起來 並且告訴店員說它是什麼 然後你就可以進行比對 比方說呢 那我們服務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個整段影片 就是我們的產品的樣子 一旦你使用我們服務之後 我們就會有一個CarPay 你開它下去呢 然後就可以用點選 增加Color的方式 你就可以去選取說這個是Title 然後這個是Discription 然後這個是Price 然後你就把它選下來之後 你就告訴店員說這個是Title 你就輸入Title 然後輸入Discription 還有輸入Price 然後之後呢 就是你 就要輸入完之後呢 它就會把它的位置 跟它的名稱對起來 然後就傳送給後台 然後傳送給後台之後呢 你就可以進入後台的頁面 那當然它一開始拿到的時候 資料並不是那麼乾淨 就是我來提供一些Clean Data工具 所以你可以對它做一些Cleanning 然後變成你想要的Structure Data 因為網站資料上的Structure 你就可以變成Structure 然後變成Structure Data之後呢 你就可以還試試說 我要多久造訪一次這個資料 因為資料它可能會update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多久 Checkup Data一次 然後如果資料有變化的時候呢 要通知我 要通知到哪裡 然後E-mail填進去 然後你可以賞密就是這個需求 然後它就會賞密出去了 然後它就會開始追蹤 按照你設定的頻率去追蹤 那追蹤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可以再把剛剛的那個資料 然後說我們追蹤一個D-mail商品 然後它的欄位是Price 然後撈出來 然後並且我們可以選取 就是說你剛剛追蹤的那些時間 然後你選取完之後 它就會把那些資料秀出來 那就可以看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還是屬於比較時間的部分 對 那影片播完 那我們可以繼續討論 那就是除了時間部分 時間部分 那就是最終是我們一開始有做的 那接下來除了電子商務之外呢 其實你也可以應用在很多地方 不要做連回報新聞 就是可以 空空空空 空完之後它就出來了 然後呢 除了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用在104能力銀行 空空空 然後或者是508能力銀行 甚至可以把它空完之後 你就可以創造一個跨平台的能力銀行 然後搜尋 搜尋的平台 就是你會想做一些新的Startup Weekend 就是Startup的東西 然後你需要一些資料 需要大資料去做服務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是你很好的合作伙伴 就是歡迎你找我們合作 那當然就是我們一開始只能提供你追蹤資料 或是就是 就是從網路上截取資料 你需要把 你收集到資料也會越來越多 那所以你只要越來越多了之後 你就會需要把Data變成Info 因為Data它其實是零散的 那Info就是整理過的Data 比方說就是兩個商品 它的名稱一樣 它是不是同一種商品 這種就是Info 如果你可以把它 對起來的話 它就是Info 那這裡面需要用到很多 像Tax Mindy的工具 就是你要做文字理對 做它的Description是一樣的 然後或是你要做圖像理對 比方說這個是一個產品 然後它可能有被遮住 那你不能抓到 所以它可能有不同的照片 然後它是不同的產品 那這些技術其實我們都有 都有設略 那在之後的產品 也會一一的做給大家看 那相信大家聽到這裡 一定就會很行動 就是想說 這樣子服務的 就是搖滑多少錢才可以有呢 那我們其實現在不會 就是我們大概 每個月呢 就是你都要找30萬個網頁 大概是2000塊的手機 2000塊很便宜 就是30萬個網頁是什麼 就是你都每個月30天 就是一天造謀一個網頁 就是一天再造謀1萬個 所以你一天給我追蹤1萬個網頁 我們佔的話 是2000塊 然後往上加的話 就是每加10萬個大概加500塊而已 所以其實是很便宜的 如果要做一些START 其實跟我們合作其實很好 比你養那個工程師叫什麼 那個很貴好不好 對不對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那我們里程飛大概是11月 這個產品會上限 然後明年的2月會把一些 基本的Match的東西做出來 然後再來呢 還有推薦或是語意分析的東西 明年2月會做出來 再來我們就會做COSMIES的分析工具 就是在明年的6月來會做出來 那大家一定會好奇說 我們團隊大概是怎麼組成的 我們團隊其實就是有一些很熱血 想要玩資料的工程師 像貝兵 然後他大概也是無數就有個變 然後還有就是魯威力 這樣子我們技術長 然後他技術真的很好 就是他每天都寫成詩 但他沒有備用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我 就是我是最弱的這樣子 然後就是 沒辦法 因為最弱我就是只能上一角這樣 然後大家感謝那個9點團隊 大家還有卡士達跟目前為止 贊助我們很大公司 然後還有感謝新唐大家 就是在那邊聽我9分鐘會亂講 謝謝